大家好 相信现在很多花有羊的橘子花 已经是花苞满之头 但是也有不少花有羊的橘子花 可能零零散散就几个花苞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用急 只要做好两个步骤 就可以让它迅速的长一些花苞出来 首先第一步就是修剪 把一些底部里面的这些长出来的新芽 给它给修剪掉 因为这些新芽它不会长花苞 但是它会浪费非常多的养分 大家一定要把里面的这些小侧芽全部给剪掉 还有一些老的枝干 我们也给它修剪掉 像这种往内生的这些枝干也将它修剪掉 这样的话减少它对养分的浪费 那么我们修剪完之后 及时给它补充零甲元素 我们可以用零生二金甲一千分之二来给它兑水 然后给它浇灌根部 同时给它喷湿叶面 那么我们给橘子花补充零元素 有效的促使它花苞分化 因为橘子花花苞分化 是离不开一些零元素的 所以我们要及时给它补充 我们在给它补充零元素的同时 也要给它增加光照 那么另外我们还要控制好胶水 不能给它盆内长期积水 长期积水的话 就会导致它的根系缺氧 吸收养分困难 造成花苞形成不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